好 下面的话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挑战 那么挑战的话 在深度学习的模型训练关系中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那么可能不同的程序员 甚至不同的开发者 他们可能有不同的这样一些挑战的手段 那么我们挑战的目的的话 就是使我们的模型尽快的去收敛 或者是达到我们理想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性能 挑战的手段的话有很多种 那么这次实验的话 我们主要讲下面这样几种 那么第一种的话就是 这个算法的学习的问题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通过刚开始的快速收敛的算法 到后面这样一个精确 精度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算法的过渡 另外的话就是挑战的话 我们利用checkpoint 保留的话这个最好性能的这样一个model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手段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随机搜索的方法 来查找来训练我们的这样一个model 还有的话就是比如说通过固定一些层 那么我们这个立体里面的话 我们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的话是足层顺炼 就是足层顺炼组成固定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直调整某些层 比如说我们做建议学习的时候 我们可能对上层做这样一个微调 好下面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代码 由于这个调查的话设计跑的人数很多 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去跟踪调试 我们直接来看这些代码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导入 那么这个导入的话 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写的模块 比如说这个delalader utility里面的这样一些度量 另外的话就是网络应用这一款 也是我们的model的它的utility 这一部分 比如说这个layouts 待会我们稍微打开看一下 另外的话我们的checkpoint这个模块里面的有一些函数 那么怎么去做checkpoint 好下面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如何调参的 那么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用到这样一个model 并没有用到这个model 我们直接是在这个产生网络上面进行这样一个训练的 那么一开始也是我们的参数的设施 那么这一参数的话是我们的一些超参数 这一参数的话实际上在我们调参的过程中 我们并没有完全应用这样一些值 我们在调试的过程中 在调参的过程中 我们实际上在改变这样一些值 改变这样一些参数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刚开始的超参数的这样一个设置 另外的话我们定议了这样一个trainer trainer的话主要是因为顺利训练的 那么它这里面有几个参数 第一个的话model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模型是什么 第二个参数就是我们的优化系是什么 那么这个的话是我们训练机的data load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测试机的这样一个data load 那么这是这个超参数化模块 那么它还有两个过程 一个是train train的话是训练 这个训练状态 也就是说我们训练我们数据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的话是两个度量 一个的话是我们审视的度量 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准确率的度量 那么这个这两个文件的话都来源于我们的 我们自己训练的这样一个包 这个包的话大家可以到那个我的那个github上面去下载 那么这里面有大量的函数 比如说我们这个这个里面度量的这样一些函数 不在这里 在这里 metric 那么这里面的话有这样一个几类 另外的话就是有这样一个average metric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每次更新以后的话 我们把对应的这样的基础值 把它给加进去 另外的话我们的总的基础值是多少 最后它两个一相除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的话是我们样本的多少 那么这个是我们 比如说我们审视的这样一个统计值 统计值最后一除就是它的一个平均值 那么这个的话是我们准确率的度量 那么这些过程的话 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下那个包看一看 好再回答我们的这样一个程序 那么依次从我们的deadload里面去取数据 如果有gpu就推过去 那么计算我们的审视 计算我们的审视 审视计算完了以后 那么就进行反向传播 如果这个围绕房子这个t的爆炸的话 我们用了这样一个 这个grad clip 做这样一个操作 这个函数的话 是在应该是在我们的我们的net utility leals里面定义的 这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函数 很多很多的函数 那么这些的话常用的这样一些函数 大家可以去读一下 好吧 我过一遍吧 那么这些的话就是固定层的 怎么样设置的一些模块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clip gradient 如果这个反传结束了以后 我们的这个参数也更新了 那么我们把这个审视给更新一下 另外计算一下我们的准确力 另外把我们的准确力给更新一下 那么这是一个p次的这样一个操作 所有p次做完了以后 就把我们的这个损失和这个准确力 给返回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我们的训练的过程 那么下面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测试的过程 测试的代码和上面差不多 就是我们提起数据的时候 是从测试机里面去提起的 那么这是这个过程 一开始的时候的话 我们就设置我们的参数 另外定义我们的getload 加点我们的模型 那么我们模型的话 是这个残长网络 这样一个模型 那么我们这个并没有进行 这个残长网络的迁移学习 我们是自己手动的来训练 这样一个残长网络 并且进行调参 那么首先的话 我们定义我们的checkpoint 如果一开始的时候 你没有checkpoint 就把这一句话 把它给注释掉 顺点几人以后 如果有了以后再重新开始 这个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的数据的话 这个checkpoint的类 这个类是我们自己定义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类 当然这个类的话 我写的不一定很完整 这是我们的model 那么这是我们保存checkpoint的目录 如果目录不存在的话 那么就把它给创建一下 那么这个函数应该在这里 如果不存在就创建 好 并且记录下这样一个目录 如果没有这个参数的话 那么默认的就是我们的 temple下的这样一个checkpoint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最优的准确率的话 我们设置的是零 是零 好 如果顺点的过程中 我们要保存的话 那我们要保存的是哪些信息呢 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model的状态信息 状态字典 另外的话就是我们顺利的绳势 顺利的准确率 测试的准确率 测试的准确率 如果我们保存的这个标志是 并且的话我们测试准确率 比我们已经得到的最优的准确率还要高的话 那我们就把这个model给保存下来 保存下来 并且把它命名为最优的这样一个checkpoint 同样的我们要更改我们下一次的 这样一个bestoccurrency 那么这是这个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训练的过程中 去加载我们的checkpoint 那么这个代码的话就不这样了 那么这个加载的话有两种方式 一种的话是给这个轮数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checkpoint 是按照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文件的格式去存储的 当然你也可以从文件去加载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你不一定要知道它具体的这样一个文件的格式 那么这是这个checkpoint的这个类 好这个checkpoint定义好了以后 我们下面的话就开始进行调参 那么怎么去调参呢 那么调参的话 我们在调参中我们的有些数据 也可以保留保留一下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用的是这样一个numpi 那么的这样一个阵列来保存它的 通常我们调参的时候 最开始的时候 我就说我们的模型快速的缩链 所以我们一般的用这样一个缩链性比较好的算法 先跑几能 比如说我这里一开始的话 是用爱单算法跑50能 那么这个用爱单算法跑的时候 我们刚开始的调整的参数 应该是我们model里面 model的这样一个所有的参数 我们学习力的话 是我们刚开始预设的这样一个学习力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全值延迟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参数 比如说加速的这样一些参数 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设置这样一些值 另外的话 这是我们的channel 那么也就刚才上面定义的那样一个类 就是这个类 这个类的话 可以进行训练 也可以进行测试 定了我们的channel以后 那么这是我们这个学习率调度的这样一个策略 那么这个策略的话 这个你都可以自己定 比如说这个更新的时候 这个bush 这个能数把它放宽一点 比如我放到5 γ的话 这个值放小一点 都可以 你自己去定 这个没有一个确定的这样一个参考 那么这个secure to step 当它累积到这样两轮以后 那么它的学习力就会调整的 有兴趣 大家去看一下这个step函数 好 那么你开始进行训练 训练完了以后 它会得到它的训练的审视和训练的准确力 下面就进行测试 测试的审视和测试的准确力 另外的话 把我们的checkpoint给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那么这是采用爱单来跑 那么在这个跑的过程中的话 也有可能的话 我们的在某一轮的时候 性能会下降 性能下降的话 你有两种办法 一种的话是直接让它就这样跑下去 让它自己去慢慢去收敛 还有一种的话 你就把这一次下降的 这一轮的结果把它丢弃掉 那我们从上一次最优的这样的checkpoint 把它加载进来 但是这 这种方法的话 在猝死阶段可能不一定很好 那么这是我们第一步 也就是说我们挑战的第一步的话 是用收量性比较好的这样的 这样一些算法 先跑出我们的基本的model 基本的性能出来 第二步的话 就是我们要一步步的去调了 那么这个调的话 有很多种手段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 我们想用轴层挑战的方式 那么什么叫轴层挑战呢 那么一开始的话 我们要得到我们的这个model的所有的层 所有的层 那么放进一个model list model list 那么每一个 每一个每一层的话 我都跑20人 都跑20人 学习率你可以自己定义 也可以在这中间 每不同的层 给它不同的学习率 这个也是可以的 那么我在这里的话 就是一层层的取 一开始取的 这是它的第0层 对不对 第0层 好 把这个model 第0层的这个model 给提取出来 提取出来以后 那我们采用的是这个stc 当然你也可以用爱单 那我们调整的参数的话 记住这里要 只是这一层的参数 其他的就相当固定的 也就是说我们给优化器的时候 我们给的是哪些层的参数 那么它只优化这些层 其他的层它不会优化 那么这是我们的学习率 这是我们的全职业层 这是我们的取参数 当然这些参数 我们就可以都可以指定 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指定 这些参数的话 就是超参数了 这些超参数的话 也可以采用我们后面 进行搜索的方法 去调整 那么这是这个过程 这是我们一样的 是我们的trainer设置 这是我们调度策略的 这样一个设置 那么这样的话 比如说我这个model 假设有7层 那么也就是说 每一层都跑20L以后 那么每一层的特征 基本上学习的也差不多了 学习差不多了 那么这是第二个挑战手段 第三个挑战手段的话 就是随机搜索 刚才我们在这里 在这里这样一些超参数的话 我们是把它给的是固定的值 但是很多时候的话 我们可能要给随机值 或者是给我们预设的某些值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要设置我们的搜索网格 那么这是我们的优化器 仍然是这样的随机提供相当法 那么优化的参数的话 是这个model的paramids 很多东西讲 你上面一层层调了以后 底下又调它 会不会把那些层的特征 学习的特征给变化了呢 这是肯定的 但是通常的话 这个搜索的时候 我们的学习率的话 就进不下降 是它上面的特征 不会变化没那么的明显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搜索的网格 那么这个网格的话 我们给了几个参数 超参数 比如说我们学习率 给我们自己限定 我们自己跟它限定 不同的这样一个学习率参数 当然这个范围 你也可以给的更广一些 这是我们的局 在这里的话 我们给的是它的分布 那么这是我们的全值延迟的参数 这里也可以给列表 也可以给对应的分布 这个由你自己定 那么这是我们的设计网格 有了这个网格以后 那我们就产生这样网格的 这样一些组合 比如说我们产生1000个 100个 这样他们之间的这样一个随机的组合 就得到了这些组合的参数 那么对应这些组合的参数的话 哪一个出来 每一个拿出来进行调参 比如说我们学习率 每一次组合的学习率参数是什么 举参数是什么 全值延迟的参数是什么 那么送给我们这个随机 T2现代法进行这样一个优化 那么优化完了以后的话 那我就看一看 我我的这个checkpoint 是不是自由的 是不是自由的 那么如果说我的这一次 给了给令这个参数 性能下降的怎么办呢 那我并没有把这个下降的 这样一个model给留下来 而是重新加载上一次 最优的这样的model 那么也就是保证呢 我利用这个随机参数搜索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每一步 每一步的这样一个最优的性能 也就是说我每次保存的这样一个model的话 一定是性能有改进的这样一些model 那么这是这个随机搜索 随机搜索 可能最后要调整的 当我们的model的话 逐步收定以后 可能到最后间到的话 我们要特别是要精细的去调整 这样一个上层结构 特别是我们的分类层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可以设定 指定我们要调整的层 并且预设它们的参数 那么这个的话可以通过这个setModularParamth 这样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也是我们自己写的 应该是在 在哪里啊 应该也是在layers里面 刚刚好像翻过去了 setModularParamth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每一个子模块 你可以设置它对应的这样一些抽参数 比如说我们的学习率 每一个子模块 每一层 它的学习率是多少 它的举参数是多少 它的全子延迟的参数是多少 那么这是这个函数 你也可以指定多个 指定多个的时候 那么再定义另外一组 再把它加进去 append进去 这个列表 那么优化的时候 就只优化我们这个字连列表就可以了 那么再进行训练 也说你训练一定的人数以后 那么这个性能的话 应该来说 它是慢慢的慢慢的在优化的 慢慢的慢慢的优化 那么到这里的话 我们终于优等模特 就保存完了 就做好了 那么这是我们的 这样一个参数的调整 当然这个参数的调整的话 除了这些超参数之外 也可能还有其他的超参数 这个当超参数很多的时候 那么这个复杂度可能也会很高 特别是这个随机搜索这一块 你看我们这个 这个private 那么这里边的话 有四个选择 这边的话是个随机变量 这边的话又有三个选择 当这个我们要调的这样一些 参数越来越多的时候 那么它的组合就会越来越多 所以这个计算的复杂度就会越来越高 也就是说 我们可能会要试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些不同的组合 所以对我们机器的这样一个计算的性能 这个要求还是挺高的 那么这次课的话 我们就讲了这样一些参数调整的这样一些策略 当然你也可以采用其他的策略 这里的话 我们没有讨论这个model里面的参数的调整 我们先是讲你这个model是确定的 如果你的model是变化的 可能还要包括这个model的参数的调整 那么比如说这里你的神经元的个数是多少 那么你到底有多少层 那么这个的话调整的话 这个可能难度就更大一些 难度就更大一些 但是我们实际上在很多应用中 我们还是在别人的经典的模型的技术上进行迁移的 所以的话 通常的话我们有些模型的参数 我们调整 这个概率的话相对来说要低一些 要低一些 好 那么这是我们这次课讨论的内容